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吃着我最爱的石窝拌饭 一边听着她说韩国收纷的故事 还有她在大嘴巴的点点滴滴 这些演艺圈的风风雨雨 现在听她说一切都好像很小事 不过我觉得无论她做什么 我都一定会支持到底 好像我知道她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喜欢吃面包的她 很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面包店 我觉得非常适合她 因为甜品就像我这个兄弟一样 总会令人心情好 那时候每天就是排得很慢 然后每天就工作 然后就有一阵子 可能发片之后的七、八年 我就想说我30岁 我20到30岁之前都会干什么 然后那时候脑袋一片空白 我想说好像不记得 我好像只知道我每天到处工作 然后飞去内地啊 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人 然后大嘴巴好像很真空 然后很红的 其实我老实说 我们那时候真的感觉不出来 因为我们很少有时间 就是自己出去晃一晃 或是在家看电视 我跟你讲真的不夸张 一开始我认识 就是我们其实都对音乐不太了解 对 是不是 对 后来到了大嘴巴里面 对 你也算是leap vocal 是leap vocal 对 然后你又要跳舞 对 然后听说你以前是不会跳舞的 以前 对啊 以前 不能说完全不会啦 就是高中的时候 或是大学在美国出去 比方说去舞会啊什么 那种 我还算不是笨重的 就还稍微可以 对 我会通常都是抱着你一半跳舞的 慢歌啦 慢歌啦 慢歌抱着女生跳 但是自己还是会稍微动一下 只是 哪有大嘴巴的时候 开始要做一些 比较认证的舞蹈的时候 唱跳 哇 我就 那时候就 我感觉到突然不会跳舞一样 所以在跳舞这方面 你也是下足了苦痛 才到后来我们看到的MV里面啊 对 就是至少自己有找老师 然后自己去练跳舞 然后就开始从基础的动作 每一个什么 就是一 就是从这样 这样开心 很显然你的基础已经没了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在 上面边唱边跳 有没有 第一次拍MV 然后好像很开心 有没有 然后 那时候 导演说 好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拍的 然后荧幕就在我们前面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三个人表演 然后后面是DJ 荧幕上面 然后那个导演看一看就在那边 然后那时候我站在荧幕的最右边 然后 我就看到他手抬起来 然后把我扔 我给你遮住 然后他在那边 好 你们知道大嘴巴是我们的年代 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唱跳组合 如果换了我去跳 一定惨不忍睹 我只能说 兄弟, 真的辛苦你了 好, 我们要来正式的介绍一下 然后欢迎一下 对 各位大家好, 我是Mike张怀浩 张怀浩 他是Harry的小朋友 阿Mike 我记得Mike 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的梦想就是出唱片 所以他很积极参加电视台的唱歌比赛 每一次都替他紧张 不过现在他终于圆梦了 我在台湾很开心 我们有一天一起上节目的时候 你哥很关心你 你知道吗 整个车上都是很重要的人 比如说, 憲哥也在 然后他就说 各位, 各位 我弟弟要发片了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他播很大声 不然我们都要睡觉 你在车上要休息的 你知道吗 他从头播到尾 本来想说播一首就好了 你知道吗 就要休息了 可是没有 我把这张专业播吗 好不好听 我们再听下一首 我们整个车程基本上都没有睡觉 从头到尾都在听一个 都在听他的歌 憲哥还有站起来 厉害了 见鬼了 有, 憲哥有听到 这谁唱的 好像比我差一点点 没有, 憲哥也很喜欢 我现在要帮你好好宣传 帮他伴奏是不是 没有, 我打算唱零 自己唱 对啊, 哪一首 我的错 我的错 因为这首歌是哥哥填词 对 不是, 这样讲你就会弹了吗 我会啊 哎呦 我跟你讲 对啊, 我那天在八字上面 我一听, 我就说 嗯, OK 这歌曲 简单 对 这个大概有八个track 跌在一起的 你都听得出来 我全部听得出来 他喷左喷右 我现在放上面 是专业的 专业的 直接来 好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没有幻想这一场噩梦 早就早就锁进你的手 是否会是胸的不容 是我的错 想要自由, 确定你提膜 如果是你 我也会离开我 好 今天真是開心得不得了 可以訪問我兩個這麼好的朋友 跟他們一起吃飯 跟他們一起唱歌 非常幸福 太開心了,很誇張